当年小S嫁给徐亚军后让老公给大S介绍对象 徐亚军拒绝了他对男人挑战太大 没人会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结果汪小飞认识大S后49天就和大S闪婚 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挑战 汪小飞事业本来是在北京的 可是大S婚后坚持住在弯弯 汪小飞为了能够获大S有更多的交集 特意把自己的生意扩展到弯弯 结果弯弯那边的生意不好资产缩水 可是汪小飞还是要硬挺着 只为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理由居住在弯弯 汪小飞是北京户口孩子出生以后 汪小飞觉得北京的教育资源很好 希望孩子能留在北京长大 可是大S坚决要孩子在弯弯长大上学 汪小飞实在是拗不过大S 时好妥协 继续两地奔波的生活 大S脾气不太好 汪小飞百般呵护 在外人面前不敢说媳妇一个不好 可是大S却和老公说翻脸就翻脸 录制幸福三重奏的时候 节目里放出来的都是两个人恩恩爱爱的镜头 但是实际上大S录制节目的时候动不动 就和汪小飞吵架 一点面子都不给汪小飞 节目组都不敢剪出来 大S对感情的要求很高 说自己是天生的爱情狂 自己的每一段恋情也确实都是轰轰烈烈 结束的时候也都斩钉截铁 大S和剧俊华相恋一年 为了剧俊华闻下闻身 剧俊华是一个韩国明星 当时的韩星都不公开恋情 保持单身的人设 有一次 剧俊华公开否认了和大S的恋情 热恋中的大S一怒之下喜去纹身 提出分手 大S和蓝正龙相恋五年 两人是姐弟恋 大S疯狂到追 大S快三十岁的时候很想结婚 可是蓝正龙当时才二十六岁 不想这么早结婚 大S知道后立刻提出分手 大S和周渔民相恋三年 周渔民都已经住到大S家里 但是周渔民表示 和大S相比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够 不想很快结婚 大S知道后立刻提出分手 请周渔民搬出去 大S个性要强 对感情的要求也高 他需要的是那种互相提高 互相促进的爱情 如果双方没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两个人只是在维持感情 他就会提出分手 一直互相提高的感情实在太难 汪小菲能和他一起你能我能地相处十年 实属一种挑战 如今汪小菲获达S分手 难怪汪小菲母亲含泪表示 终于解脱了 两个人能够长期相处下去 除了能共同提高 还要能互相依靠 谁都不会一直优秀下去 当累了 劝了发现自己没那么好的时候 回头一看 那个人还是对自己很好 这才是幸福的婚姻啊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